今天是2024年9月3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ET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叫金融董事陈正芯 和谭凯雲陪你一起开市 Ryan 今天大事是否知道如何? 我想今天大家都看着 这个星期会不会打风 然后会不会影响港股的交投 暂时来说 打风仍然是港股是没事的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是下载香港经济部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上日美国劳动节假期是优势 欧洲股市是个别发展 在泰区方面早段日股做好 最新升超过200点 最新38904点 升幅大约0.5%左右 首义终合指数未升4点 悉尼普通股指数跌20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跌42点 这是外围最新的情况 港股方面 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早段向上 升50点左右 稍后对完盘会继续和大家跟进 虽然上日美股没有事 但我们也和Ryan谈谈 美股9月份的展望 8月份道指创新高 标指亦逼近历史高位 纳指相对两个指数较差 只望9月份 彭博有些资料做过一些统计 标指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9月份向下的机会都是跌 在过去5年 9月平均跌了4.2% 而俗称恐慌指数的FIX波动指数 其实从2021年以来 每年都是向上的 看回去年和前年 其实9月份都是升了超过20% 到2021年的时候 其实FIX的升幅就去到40% 今个月市场其实有几个焦点 第一就是9月18号 就真的有议息结果公布了 另外其实换了是 在何锦丽出选之后 9月其实在议息会议之前 何锦丽和特朗普 就会有第一场的总统辩论 现在市场就在观望着 两者的民调差距 会不会有一些逆转的情况 现在都是一个观察阶段 9月份你评估 美股会不会再次破顶呢 这个机会是存在的 不过我自己就有点担心 美股在9月份会有个先升后回的走势 我想未必是转势的 但是之前累计了不少的升幅 尤其是先前大家都记得 美股有一天也得与其内有一个大跌 这个大跌就是 所以日日是有点拆仓的情况 现在日日仍仍是维持着强势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其他的消息 突如其来影响美股 去到9月的传统波幅也是大 所以美股在9月份下跌的机会 我会觉得是大过上市的机会 不过在此之前仍然有机会向上破顶 要留意什么消息呢 刚才Wendy说了 首先我想比较重要的就是联储局的意识 联储局的意识是看两个东西 第一是看通胀 第二是看就业的情况 就业情况很简单 但我想都必须要留意这个星期 美国8月份的飞龙就业人数的变化 因为劳动市场始终都是联储局的很关注的因素 但是9月份的减息应该没什么原谅 如果真的不减息 或者减息的幅度是大过市场的预期 就是四分一厘 实际的情况 就会对整体的指数有一个较大的影响 但我自己暂时看和看过利率期货 现在的机会也不是太大 无论如何 我想大家都要留意着 最大的焦点都是美联储的息口的决策 以及市场如何预期 展望回来到差不多第四季 就是最后三个月 过了9月份之后 美股反复会平均的 9月份就这样看下去是一些变局的月份 所以它的走势就会比较波动 大家注意风险 譬如说你现在的判断就是 9月减息是无原谅 大家看着减多少 但是看到背景之下 大家就预期9月能够启用减息之下 其实债价就连升了4个月 你的判断现水平可否继续吸纳 还是说有货的 其实现水平应该先做一个指赠 如果你指的是债的话 我又觉得没有必要太急于去指赠 因为始终你都启动一个减息的周期 资金也会重新流入美债 而且你说美债涨而已 但是美债说真的 它的升势也算是温和的 始终没有中国国债的升势 直接是股票的升 所以我又觉得未必需要急于去指赠 你始终美债的升幅 或者走势也不能够当它是股票的趋势 好 我们先看看上日港股的情况 我先打开一个恒指图给大家看看 恒生指数在9月第一个交易日要向下 失手了10天和100天线 恒指昨天低开126点 最多跌343点 收市跌了297点 跌1.65% 国指收市跌119点 收报6211点 跌1.9% 科指跌了74点 收报3486点 跌超过2% 大使全日成交继续在1000亿流上 有1128亿 昨天有北水淨流入 金额是1194,000万元 是5个月以来最大的单日流入金额 主要买入指数ETF为主 盈富基金是吸资67.6亿 南方恒生科技股ETF和恒生国指ETF 都分别有11亿的北水淨流入 腾讯再次转为北水淨流出 昨天金额是1.9亿 小米的流出金额也有5,000万元 我和Ryan King谈谈港股大事的情况 人民币汇价出现一个回套 港股在9月第1个交易日都是受压向下 前几天我在经济日报看了一篇文章 题目是《幸运女神嫁到,港股晚9点不是梦》 用几个角度去谈港股的走势 技术分析上它说是有一个一底高于一底的形态 这是技术走势上的一个看图 另外几个原因是民营经济有一个转向 它举了几个佐证 包括阿里巴巴上个星期五港股收市后 突然公布过去三年的整改完成 效果都是理想的 第二个就是《Wahaha》 有中复利全面接手《Wahaha》 第三就是8月过审的游戏 超出了几绿新高的 有117款 还有第四就是之前几年 大家还有印象的 就是内地大力打压游戏市场 但是最新推出的黑悟空 其实是获得央视 去点名就称赞的 这几个因素就是叠加在一起 分析文章就说到 都可以看好港股后市的情况 Ryan 你有什么判断呢 如果这几个因素我会看 是一些短至中期的趋化势 或者一些相对中线的政策性利好因素 但是我们始终都要想一下 港股一底高于一底的情况的存在 是自8月头开始的 算是启动一个反弹 所以即使我们看到 19,000点之前技术上 我们先看18,500 你要破到这些位置 下个位19,000点 是不是不是梦呢 不是梦的 起码有这样的机会 没有这样的机会 我说了那些 25,000那样 这些就真的是梦了 是吧 19,000点 这个机会也存在的 但是那个趋化势意要有多大 上述数的几个因素 其实都足以吸引一些 短至中线的资金 去进入整体大市 这个我想要留意着 那个成交又没有回升 始终你看8月份 7月份的日均成交都不过一千亿 这个其实也是令到港股的动力欠缺的 去到比较长线一点 上述几个因素 其实坦白说 全部都是对港股没有太大影响 我会说 我可以说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